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不是等待谁能来救护你 而是你自己能够救护你自己 你现在就要开始修持佛法、皈依 有因上的皈依和果的皈依 我们现在心中虽不具备佛法神三宝 但每人都具备有一面细微的善心 只要你把握住 并逐渐地将这一面善心扩大时 最终会断除烦恼、震得佛宝 这就是法神 要珍惜我们自己这一点点的善心 真正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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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把它放在佛堂内 很多时候 我们在佛堂内坐中修持 觉得很舒服、很慈悲 然而坐中修完 门一关 慈悲 也关门下班了 我们要把坐中的修持 带到生活当中 修持佛法并不是为了自己快乐 放松一下 但现在很多人 把佛法当消遣 放假时太累 坐一下 变成跟去浇油 泡三温暖一样 这样是不对的 即使佛法修持 是一种秘籍 是必须努力去做的 就像我们面对很多痛苦 面对很多挫折 去经验它 能够真正克服这些问题 当然不是说 你要去找苦来死 但你要做的事 一定要面对 不能逃避 生活中的问题 这时候 你要像是穿着 忍辱的铠甲一般 去面对生活中的 各种问题 尤其是一个 欢秀慈悲的人 更易以谦虚来对质傲慢 因为我们一想到 众生无量的苦 只想去解除众生的痛苦 因此身口意 集中一处 只是关注众生的需要 知道自己还有太多事 还没做到 还有太多事 要为众生做 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完全 没有所谓的我 这样就 没空生起傲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师告词 上师告诫我们 真正的世界和平 一定要先透过内心平和 不论从个人层次 从家庭层次 或从全球层次 他怀着慈悲的态度 极其重要的 供养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修持自信 扩展自己分享的心 让自己有勇气 成为一切众生的依靠跟守护者 空陷不是深重的锁 把所有可能性都关闭 空性是你与一切相联系的基础 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 而是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决定了善的一方 我们决定了善的一方 如同仆人一般的去侍奉他 一个坚定目标的人 既是勇者 勇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你的决心带来的 就像我们看世界杯足球赛一样 你清楚知道自己支持的是哪一方 你的情绪投入 输了会大哭一场 反观我们的修行 又是投入程度 比看足球赛都不如 就如佛陀经常告诉我们 正法 佛法是什么 要我们一意不一字 我们要依靠的是他的真实意 而不是这些文字 所谓内容也不仅是文字的内容 重点是这些内容 必须和我们的心结合 这时候的体会 才会更加深刻 只要我们能听闻佛陀佛的声音 并且实距去修辞 都是具得真善之人 对一个观修慈悲的人 来说 谦虚 寓意重要 因为一个很傲慢的人 自我意识会很强烈 我直就会像一座坚硬的山一样 不动摇 这样的人很难生起 为了众生 我愿意放下自己 甚至我愿意成为众生的仆人 这样同理心 以去俯视众生 要记得是知恩报恩 慈心与悲心 这些应该要记在心里的 偏偏不记 不要记得那些别人 对你怎样不好 一直记在心里 这是自己在折磨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利益众生 但至少也不能做出伤害众生的事 有些人也说 当我们对世界微笑 世界亦会对我们微笑 因此相同的道理 如果要获得别人 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若是一味地 只批评外景 而不惧反省 思维自身 应有之责任 则是偏颇的 从根本上来看 我认为 我认为应该明白 修习佛法的要点 就是要能接受各种烦恼的挑战 这些烦恼 往往左右我们的生活 并让我们经验各种不同的痛苦 所以要明白心灵的功课 就是向烦恼挑战 平凡的我 一切心想 不一定都如法 但是至今 至少我从未退失过善行 未来我将圆满佛陀的大愿 对深深世事 一切的如母众生 我自曾祈愿 能知恩 感恩 与报恩 同时 在过往的岁月中 曾经照顾过我的法友们 与所有师祖们 我带着感恩的心 向大家谢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他们 并且解决内心的冲突 这样才能从内心烦恼中 和外在的困境中 解脱出来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 我愿我的身口音 能为全世界 严慌子生们 做出利益与贡献 无论如何 我都尽你其愿 不欺骗将希望 寄托于我的人们 我们还是必须一生 结义胜利 接受主教法的调伏 因此能获本尊的加持 与成就 对我们而言 是十分重要的 经由本尊之加持 能焕发起 我们过去的散政习性 如此一来 我们自心的覆盖意愿 也会为之消除无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没有版权的 是万法的本质 如果学义法 则佛陀一切法 则佛陀一切法 如你所谓的 不在掌众 那个法是什么 答案是 大悲心 不忍众生苦的大悲心 不忍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帐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共香——粉 药共包——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置业 曼书势力中心 观音的慈悲 普门品 开课通企 日期4月27日起 至6月15日子 共8堂课 每周四 晚上7点到8点半 授课老师 陈和铭老师 因缘难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向10隆2号1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慈悲置业花莲分会 城镇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值班义工 半日班 环保组义工 香丹组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陪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帮便知心爱 不坏的爱 爱见到破坏大勇士 方便其耗来自癖 措施 阿佳甘 准火辞佻太 quer 爱与所随障法律, 已经实现法变身。 爱与所随障法律, 已经实现法变身。 爱与我的沙气等着我, 流离宝地平如仓, 爱柔软为苗圆, 所有落起来, 国庄也难。 爱与所随障法律, 我愿你赐照我缺少。 爱与所随障法律, 我愿你赐照我缺少。 爱与所随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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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所随障法律。 爱与所随障法律, 我愿你赐照我缺少。 爱与所随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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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所随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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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是牛载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见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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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